三百多塊的海鮮吃到飽 說真的已經很便宜 但是澎湖特有的海盜體驗 吃貨絕對不能錯過 喔 哇 超肥美的生蠔 哇 汁湯 喝下去不得了 這間店你一定要知道 來到澎湖你會想到什麼 紅光 沙灘 比基尼 但現在這種太陽啊 鬼才會來沙灘賽 所以今天的行程啊 就是專心吃放飛自我 燒烤BBQ吃到飽 好 現在是在海灘旁邊吃著 現烤的BBQ 然後一片混亂 烤好的仙科 喔 好燙喔 好燙好燙 沒有 來澎湖就是要大吃海鮮 大冒煙 昨天聽教練講的 為什麼澎湖的海鮮這麼新鮮 原因是因為澎湖的海 全台灣鹽度濃度最高的 這3%比台灣高兩倍 那湯BuffetBBQ一天總共有兩個時段 6點跟8點大概有3到40種的食材啊 熟食區我覺得是很普通 但是海鮮真的令人很驚豔 尤其是生蠔啊 真的不得了啊 300多塊的海鮮吃到飽 說真的已經很便宜 如果有3天的行程啊 這裡真的很值得來 算是澎湖特有的海盜體驗 吃貨絕對不能錯過 超肥美的生蠔 哇 汁湯 倒下去不得了 啊 不會笑容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來 我覺得澎湖這個陽光沙漆 讓我覺得蠻意外的 就有一秒為出國的感覺 這感覺讓我好像回到 像之前我在巴黎島的時候 有時候晚餐啊 就在海邊然後吹著風啊 然後感覺非常的久 我推薦大家玩 OK 應該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吧 去一個地方 先問最好吃的雞排炸雞在哪 蛤 不用多說就是三哥 生意好到提前要預約 4點訂 6點才吃得到 賣成這樣喔 我都想來擺一攤 一定超帥 終於拿到了三哥雞排 很多的民宿老闆 大推說 就是要吃三哥雞排 你剛吃了嗎 好的 好 你先不要講 你先不要講口感 我先吃 噴汁 直接大噴汁欸 超燙口 而且我吃到酒香 有嗎 那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量 而且很多汁啦 它皮跟一般的雞排的 面衣感都比較一樣 我剛剛用嘴巴把那個 皮的部分稍微剝開一下 長這樣 我覺得它最好吃的地方就是 那酒香 會從你的嘴巴 一鼓腦的 衝上你的心頭 哈哈 心頭喔 就是你一咬下的時候 酒香先到你的鼻子 到你的嘴巴 然後你就直接 整個腦門跟心 滿滿都酒過香味 我個人很愛啊 這酒釀香 我都懷疑是吃完酒廁 到底能不能過欸 請吃完的朋友留言告訴我 謝謝 所以在地人酒量都很好的意思 是這樣嗎 無酒不歡 雞排要濃濃的酒香 我想給它一個 一個新的稱號 叫做酒醉雞排 哈哈 因為它真的太酒過了 我覺得它配酒啊 把它切成小塊 配一些什麼客家小草啊 下酒菜 會很對味 就是教大家一個小佩服 待通圖玩啊 三哥雞排電話絕對打不通 人家不會讓你打通的 直接機車機車開了 雙過來 現場order最快好不好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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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過了 過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